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第十届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正在举行 听说会展示非常多前沿的与养老相关的科技设备 今天我带大家去逛一逛 这是我们的下肢辅助机器人 它的目的是让这些功能障碍或者说全摊的那些病人 然后重施行走的能力 这种设备适合康复早期 比如说有一些病人他有这个超短腿 还有一些功能受限 活动受限 激张力那个激励不足他都可以使用 就是在康复早期给他一个最 就是更多的全面化的一种康复手段 这个现在是在医院使用 然后那一款现在是家庭在使用 我这个腿就是内风湿 你看我这关节都变形了 所以用这些以后吧这个就感觉腿热乎了 他有一个背伸降 腿伸降 完了还有一个身体侧翻 完了旋转下床 床头跟床尾可以拆卸 就假如说这个老人 他已经不方便下床 需要什么我们还可以把床尾拆下来呢 他下床也 是一个卖骨骼器人 他有所段用的水火座 这么多的 他有一个专利的段用 啃就得快了 请 不求 这把门关上 他直接就在里面使用了 我就不用再把它弄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腿脚不变或者是没有治理能力的 他就必须要有人看护 有人去帮他完成这个操作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你猜 呃 七十 九十亿 九十亿 我看了一下那个小厨房 就像你自己不能动它了 在那椅子上都能做菜做饭 能身高升的也挺好的 我现在七十一了 当然总的还是希望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所以这次来呢也是特别想了解一下社区养老 呃 包括这个社区食堂 能够在这个究竟的时候 给老人那个服务方便一些 养老机器人 现在是最紧迫的事我觉得 又能那个那个洗衣服做饭啊 呃 帮老人翻身啊 我们以前用的也都是 好多了啊 我们都是那些都半自动化的 现在你一看那些什么自理床啊什么 现在都自动化的确实都已经进步了 我们刚才看看哎呦 我们老人在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手摇的 你看现在都是电动的了 什么椅子什么用的器具啊什么轮椅啊 还有那床家里的户里的大小便的那些东西 你看现在都很全了 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到老的时候可能更好就是更好 是不是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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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